花蓮信会建设小组14号下午前往太平洋公园实地会刊 听取县府建设处未来将在太平洋公园河岸建设清水设施的相关简报 而目前已经有初期700多万元的规划经费 建设小组成员希望未来太平洋公园的清水设施 能够注意河道水量及岸边的相关玩水设施 也希望可以成为未来的信量点 太平洋公园内有一条连结七角川西及南滨出水口的河道 许多民众认为没有利用相当可惜 而目前县府已经争取到前瞻一期规划费用 为了更了解这个规划 花蓮信会建设小组成员在总招黄正赋带领之下 14号下午前往太平洋公园实地会刊 听取县府建设处未来将在太平洋公园河岸建设清水设施的相关简报 太平洋公园靠近193线这整个区域 还包含美人西出海口一部分的生态固域的环境改善 这是整个计划 未来这个计划我们预计会在前瞻二期里面去提报这个计划 在这个规划案完成之后 我们希望在前瞻二期去跟中央争取一个 在整个南滨公园包含隔离水道周边的一个环境整体营造 那包含这个清水的部分我们也会把既有的提防做成一个缓坡化的一个方式 让民众更容易清水 建设小组成员都希望未来太平洋公园的清水设施能够注意河道水量 还有岸边的相关蓄水设施 这一次虽然只是规划费初期的七百万规划费用 但是我们建设小组的总召黄正副黄议员 还有二召邱光明邱议员 还有全员小组都到齐了 那希望未来能够打造一个清水的环境 甚至可以规划让民众在这里玩独木舟 关于太平洋公园这个计划呢 我们大概有两个意见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增加的这个河岸的河道的部分呢 隔水道的部分呢 我们是希望把那个挡土的挡水的部分呢能够加高 如果加高以后呢 这七百公尺八百公尺左右的这个水道呢 就可以做独木舟的活动 这个游完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一个厕所 因此我们建议呢 在这个太平洋公园的北侧的这个停车场 跟南侧的这个广场的部分呢 要新建比较美丽的厕所 让这个游客或者是在这边使用的这个朋友们呢 能够好好的方便 太平洋公园清水建设 目前旋服着手在进行规划 明年再向中央提报争取 后续一亿三千多万元金费 如果顺利的话 太平洋公园清水设施会在110亿年完成 借刘明胜花联市报道